这是历史上的今天,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以史为敬 那么首先一个话题就是1966年5月7号 毛泽东在看了这个实际上本来是在一个关于部队搞好农费生产的报告之后 结果他这个老先生这个意识流,进入他的意识流 就给林彪同志写了一封信,一篇指示 那么这就是著名的武器指示 这个武器指示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是对一个他心目当中的一个理想的 所谓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也好,共战主义社会也好的一种描述 也就是说在这种以军这个领军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军民工商啊,这个学啊 那么这些方面互相进行融合,互相进行学习 然后呢达到一种这种乌托邦式的这种理想王国的这样一种境界 其中这种著名的这段与关教育这个评论呢 这段话呢,可能大家都很多这种四五十岁三四十岁的人应该都有印象 以致说,这个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不但要学文,要学工,学农,学军 也要这个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那么这段话呢,可能当时在学校呢 是不管大中小学呢,是天天都在播这些 所以呢,这种当时这个武器指示的这种内容啊 那么对于今天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先请郁文谈一下 确实是上这个题目所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个乌托邦式 我们讲这个毛泽东从搞文革 他有几个方面,那么其中这个教育方面呢 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就上这个指数说的 这个以学为主,兼学,什么功,学龙,又学军 然后批判资产阶级 在毛泽东的看来呀 因为你要这个接班,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那么这个无产阶级接班人 因为他毛泽东基于自己呀 他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 而在毛泽东喜欢这个体育 这个腾经常讲这个什么自身人生什么几百年啊等等啊 二百年 二百年,所以说费到几水三千里 对啊,那么他也希望这个学生能有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身体 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身体的话 到了一个为革命打好这个本钱嘛 那么良好的身体不但他通过体育段了 你更多的要通过实践,要到了所谓的农民呀 跟工人呀等等搞得一块去通过这个实践的这个教育 一方面就学习这个实践的技术 一方面把你的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呢 我们讲非常反应的就是他五期指示啊 这个非常反应的毛泽东的非常这个那种乌托邦的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呢,当然就是这个结果来说就影响了很多很多这个G17年 很多很多这个不单的G17年 一两代人,一两代人都受到很大影响 对啊,就是说还影响了很多大人 因为我们讲,我们知道在中国以后呢 有很多的很多的五期干校啊 把所有的这个反动派呀 这个要打倒的人啊,统统赶到乡下去 统统到了五期干校去接受这个再教育 接受这个比较重量再教育 所以说这个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我们讲他从现在的教育观点来说 毛泽东来说你觉得他是一个是什么 我们讲现在中国说要强调什么通识教育是吧 要把各种学校全部打这个要打通 要文科理科啊等等等等 这个工科要打通,毛泽东来说他也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他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是不对的 而且就是他强调的就是说 希望能够在实践中他清晰书本知识 虽然他毛泽东上他看了他是强调这个实践的这个知识 但是我们看着由于他的指导思想的不对 他希望就是要培养的是无产阶级 那种又逢又捐的那种接班人 那种纯队的又逢又捐的接班人 希望把人们通过这种属赶到乡下去 或者赶到的工厂去 接受这个带教育的方式 这样的跟他的属的乌韬帮的完全的 就是说结果来说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玉文你刚才说了这个下乡 那么现在就是习近平现在又是一千万人 下乡啊 那么有关这个就是武器指示 对于今天是不是仍然 当今的中国是不是仍然构成影响 徐唐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玉文刚才谈武器指示 这个呢我觉得谈的还是不太到位 武器指示关键一点就是要 取消城乡差别 还有取消这个脑力劳动和体劳动差别 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理想 就是说取消三大差别 要把社会分工取消掉 这是武器指示的精神 那么他的社会旅界呢要走向共产旅界呢 他现在还保留着解放军 工人农民等等 虽然保留了 但这要向方向 向这个方向要取消的方向走 那么到后来时候呢 他也强调了就说 其实你看毛泽东关于安石钢宪法 是工业的改革的建法 安钢宪法就说 叫两参一改三结合 叫工人参加劳动 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然后改革不合理 非常入度 技术人员 工人和干部 要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组成新的领导班子 后来他在革委会 也是要什么军代表 还有这个照反派 和老干部代表 就是毛泽东的 他几乎他所有在 王大兵后 他开始淋漓尽致的 浪漫的 开始实施 他的社会和政治理想 基本上都体现 他要取消差别 那么而且什么 要五合七八年来一次 横扫牛鬼神运 实际上 那就把这些新产生的差别 再给他打掉消灭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乌托邦的性质非常重 那么这个乌托邦性质 还有两个问题就出来 第一个 在毛泽东时代 实际上中国的城乡差别 从来就没有消灭过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他虽然 他实际上 暂时的给消灭 但实际上使得 中国的技术 科学就大大的落后 那么后来 他还得要承认 这个东西存在 所以要搞治理整顿 后来也让 有一段时间 让张娥来去抓 什么这个 就被批成教育 叫修正教育思潮的回潮 对吧 那么 那么还有呢 后来到邓小平 我们就可以看 这里就反弹回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的这种强行的 这种取消差别结果 他不是把弱的一方 拉变得更强了 比如让城里农民进城 而是把城里人 送到农村去 有钱的人变成没钱人 有文化变成没文化 他只能用这个方式 来造成这种社会的平等 但是毛泽东这个东西 其实不光在中国有影响 他在整个国际社会 他有很大影响 到现在很多的 西方的左派 社会学家等等 还在强调 而且包括现在 比如像男女差别 等等 都要去 不好意思 可能要得罪女权主义者 这个放开吧 这个话题我不谈了 这个太得罪了 这个我不谈 那么说 其实当然这个东西 不见得 就是我自己说 取消 这些社会上的这种 不平等 和尽量的缩小差别 这个不见得不对 但是问题是呢 取消什么差别 缩小什么差别 用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呢 现代社会学 更强调的是 承认社会分层 承认社会分工 但是要强调 在公平竞争的机制下 实现充分的流动 也就是说呢 一个弱的 就是比如说 我生在工人家庭 但是我可以成为 一个技术员 我可以成为一个教授 我生在一个教授家庭 如果在竞争中失败呢 我可以下一位当工人去 我就不能够确保 我还继续做教授 这样就保证 但是毛泽东的时代呢 你可以发现 现实的后果是 他想取消差别 不但没有取消成 反倒成了一种 世息的 这个就成了一种 变相事迹是出现了 没错 这个军涛 这个刚刚的批评的我 这个批评的完全对 因为 因为我本来就是说 也想谈了 这个所谓三大差别的物理 他提前谈了 批评我 确实是说 从毛泽东来说 他的这个理想 出于这个理想的 就是说情商差别 这个体力劳动和 什么技能来的差别 这个三大差别 他确实是要消灭 那么通过这种所谓的 我觉得他是这种 消灭的方式 他是一种非人道的方式 他根本不考虑 这个对 就是说对这个对象来的时候 是不是会带来 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 所以说他的理 就是说我们讲 顾家穷这个善良的愿望出发 他的这个理想是好的 但他的手段 他的方式是非常反人道的 他是革命理想主义 这革命的 就是很痛苦的事 革命啊 没有 毛泽东这个人 我觉得他有一个 他实际上幼年 童年时期的养成一些 就很强很强 这种叛逆心理 这种心理 后来这个人 他好像有这种没有长大 或者变成一种仇恨心理 比如他仇恨 有知识的人 有文化的人 他仇恨这个掌权的人 他就是 他自己已经成了掌权的人 他自己已经变成定于一尊 他真的是被人定于一尊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时候 他还在仇恨那些 有其他有思想的人 所以这个人呢 他幼年 童年时候 他养成了很多东西呢 就一生没长大 弗洛伊德说的 就说这个什么 刚门期啊 也不知道这是 当时是什么 他算什么期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反正就是 他反正是 只是心理发育不健全的人 是是是是 好 好 这个话题先放放 稍后一段广告 继续谈 我们的历史上今天 如何购买明镜周边商店产品呢 我们为您制作了这份视频指南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 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mjtveditor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好 欢迎回来 继续我们历史上今天第二个话题 就是1998年5月7号 发生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和这个北约呢 在对南联盟发动战争期间 这个中国驻南联盟 贝尔格莱德的这个大使馆呢 遭到这种三枚导弹的这个攻击啊 那么导致了 三人丧生 对于这个事件呢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是蓄意 有意为之 美国方面认为是误诈 那么后来双方似乎也达成了默契 那么美国呢 也是以这个赔款了事 那么对于这个事件 有很多的说法 包括在这个中国使馆内 有拿到了美国的一些军事机密啊 或者是飞机的残骸啊 导弹的这个被爆的 被爆炸的导弹等等 总之呢 这个事情呢 双方也都是讳莫如深 也没有挑明 但是另外一方 我们看到一个事件 就是在这个五七事件之后 炸管事件之后呢 中国的这个民众 尤其是你一些年轻的学生啊 纷纷走上这个街头 我们在各地都可以看到 那么当时呢 江泽民呢 也是后来呢 是发表了讲话啊 来这个在对学生的这种行动呢 进行一些反肯定的同时啊 那么同时也加强了一些啊 内控措施啊 最终呢啊 这个事态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演化 或者是扩大 但是那次事件之后呢 那么我们看到呢 西方是对西方的舆论来说呢 是看到了一个似乎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 我想请君涛呢 进行一番点评 对 其实关于南 那个中国驻南斯拉夫的使馆被炸 这个消息啊 出来之后呢 我我个人是觉得呢 这个是个物诈 而且后来我觉得 很多说话也印证了 我也问过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包括亲共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也都认为这物诈 他说呢 问题是他们中国人之所以相信 是蓄意诈 就是因为他把我们想的太有本事了 觉得我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但是美国的犯这种低级错误 美军呢 美军犯这种低级错误很多 你比如说 他们本来想打击塔利班 结果炸了平民设施 美军这种错误比比皆是 在他几乎每一场作战行程中 甚至炸了自己人什么 他都有 他说呢 就是因为但是中国人把我们想的太完美无缺了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误解 那么后来呢 也没有一些人呢 能说出有利证据 而且在一个中国后来 驻南斯拉夫的大使呢 自己就否认了很多 这些来自的阴谋说 比如包括有先进的东西 搞到了中国大使馆呢 还有包括米洛守维奇 一度说是美国对中国怎么样 那个大使这也否定 他认为 但是觉得呢 这件事 你看江泽民的解释就是说 他伤害了中国的感情 美国人民当中的做出足够的道歉和补偿 但另一方面呢 在美国对表示对南斯拉夫大使馆 被一大表示补偿的时候呢 中国也对呢 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 伤害了美国的个人的财产和 美国的领事馆也做了赔偿 就是这个东西算是了结的 但是中国政府拖了半年 这个我觉得这里有个比较好玩事 就是当时啊 江泽民当时去见 克林顿的时候97年 说呢 咱们呀为了避免误解 是不是也像你们跟前苏联那样 拉条红线 咱俩有什么事 赶紧沟通 不要产生误解 导致不必要冲突 那克林顿呢 就同意了拉条红线 结果到这个大使馆就出来 克林顿觉得有误解了 要打电话 无论就拨不通 这个江泽民在那个电话 就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的气节 表现出这种大国的 这种领袖的这种气节 你说你要求拉个红线 这个红线应该在这种发挥作用 他们故意不发挥作用 然后在全世界面做秀 说你看美国总统求着我 我都不能说 而且中国政府掩盖了一些事实 实际上在这发生不久呢 像那个他的国务卿啊等等 就已经还有大使啊 就已经表示了歉意 中国他都不谈 而且我发现现在维基百科也不谈 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那天又是编维基 对 回国他还说呢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在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呢 倒让我觉得很耐人学位 还有两个冲击 第一个冲击呢 就是其实1985年屠杀之后呢 中国人在南巡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西方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 他们一直还认为呢 中国人都还是在八九年 这种愤怒之中 但实际上这个诈管事件 中国大学真的强烈反应 一下让他们明白了 好像中国的青年人 现在已经改变了 把八九年的事已经忘掉 所以从那开始呢 这个事情之后 美国还有西方世界 人权问题的谈法 就急剧降温 而且那么包括媒体的报道 就开始越来越远离 中国的人权问题 相反报道中国的发展呢 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满意啊 这个就开始占了 逐渐占了主流 就所谓拥抱熊猫派 在这就开始大方出现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 这个西方一直不理解 因为对西方人来说 一个政权 如果要想获得统治的话 它必须要有一个合法性基础 1989年那种枪都开了之后 它怎么还有一个合法性基础 他们也知道 比如像杰克苏拉瓦克的布拉格之春呢 还有五几年的波凶事件 虽然苏联也能控制当时那些国家的形势 但是那些国家人民是强烈不满的 就说这个政府的控制是不合理的 所以一旦有缝隙出现 一旦出现薄弱 马上就爆发出新的政治风潮 但是呢 他们想知道中国人 为什么就能在89年那种大规模屠杀之后 可以那么快的忘掉它 而且甚至就该拥护这个政府 那么在这点上呢 他们找到了一个理由是民族主义 他们在这个其实就在南斯拉布使馆被炸之后呢 他们用另外一个说法说 他们绝对不相信中国人是一个 只为了经济发展利益就可以 不管什么道德 不管政治正义的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实际上有这种人民 可是可是可是 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人民 就说今天很多人对习近平的不满意 对共产党的不满意 也是自己的实际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之后 产生出来的这种不满 那么就是但是他们不利益 所以他们搞出了一个民族主义 中国人有没有民族主义呢 有民族主义 就像其实我本来一直很想讨论五四的 但是五四那个话题呢 没有让我赶上 但是就说那时候是真的那批学生啊 这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学生 他们是有民族主义的 他们的家庭是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但是真正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的民族主义 就跟那个当时加勒服似的 共产党允许的时候 他可以砸加勒服的店 共产党一旦要抓人的时候 他马上就散掉了 就实际上真正的民族主义是 我就是要实现这个 你要政府不同 我就推翻你 五四是即是一样的学生 就是跟世界各国民族主义一样 就是一样的 中国现在真的没有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 就说你政府要是不答应 我的要求把政府推翻 这种民族主义是没有 这个这个这个 我这个我跟郡涛叔叔 有点不同的观点啊 就是说说到这个民族主义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来是中国还是有的 学生里面还是有的 就是蓝联盟大使馆爆炸 这个我们当时我的印象 就是我不知道是蓝联盟爆炸以后 还是那个撞击海南撞击事件的时候 那个蓝豪这个是这个胡锦涛 当时说是是是是是做做做 蓝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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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是他 胡锦涛春面春面讲话 当时相当民族在南美访问 对胡锦涛全面呼吁学生冷静 那么就是说我我基础的时候 我刚才不太同意这个 这个军涛这个关于民族主义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还是有民族 学生里头还是有民族主义的 但是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 受政府控制的民族主义 当政府说的就是说 那个我一要用民族主义来表达 这个来这个要学生支持我的时候 他就鼓动学生 那么到这个民族主义 另外这个政府 如果预约我的控制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富多的时候 那么他不就是就会控制 郁文呢 这民族主义啊 不是讲的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感 中国人肯定有 他那个胃啊 特别认同中国的吃的 这个民族认同感是有的 但是民族主义是什么呢 民族主义说 一个主权国家 要在一个民 一个每个民族 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要建立一个主权国家 这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那么这个主权国家 其实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呢 既然他是 这一个国家的国民 一个民族的主权国家 他就应当整个权力 是在人民手里头 中国显然不合适 中国现在基本上 是习近平的家天下了 不是家天下 习近平个人的天下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第二个就是呢 民族主义说 如果要是政府 不能维护 这个大家老百姓 相信的民族利益的时候 这个政府就要被推翻 被换掉 大学生有这个勇气吗 共产党当时 所以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当初这个酒吧 你知道啊 我再插句 你要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 颠覆了多少政府 民族主义在200年来 在200年来 搞得整个国际社会不安宁 而且 军陶你说的非常不错 如果你说 如果说 无论是从政绩上的民族主义 还是我们刚才就谈的 就是说这个民族一个认同的 这个认同感 对 问题就是说 我告诉你 中国政府需要的 它是政府控制的民族主义 它需要利用 那它能控制 要是它能控制 就不叫民族主义 不不不不 那就不叫民族主义 不叫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它其实有多种含义 你不能说我们要木头制成一种铁 说一种圆形的方 民族主义的意思很清楚 而且当初 我当初这个9857炸管事件 因为那你说 很多 共产党 还有一个 那个咱们说 你说共产党还说 它是共和国呢 那你说当然了 你要把共和国做个解释 它也是共和国 对吧 他还说它是什么民主集中制 它也叫民主的一种 这个我觉得不行 这个概念上的东西呢 就是概念上的东西 你可以发明一个新的概念 它可以 共产党很战长期 民族主义 一个基本的概念 或者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 就是民族情感的嘛 如果我们讲 一定要从民族主义来 来来来 这个定义来来来来 对吧 你如果有一个所谓的民族情感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 宽泛的定义 民族主义 还有一个呀 这个民族情感 不能建筑在一个无知 或者孤陋寡闻 就像比如这样 克林顿来的时候 那个北大那个女生问他 对 然后问他问题 完了之后 他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就问他 你怎么嫁美国人 他说美国人改变了 他原来不知道美国人是很善良的 他以为美国人是像他共产党宣传那样 结果他认识这个美国的一个白人 一个白人 美国人变了 于是嫁了 我就他不认为他变了 我觉得林顿也说的不错呀 林顿可能确实是速度改变了 确实是原来不认识啊 四言七说 这个我觉得吧 我们每个人其实从中国到美国来 都会有些surprise 都会有些吃惊 发现美国人不像我们的共产党国家 说的那样 当然我长期总是反对 美国人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有理想主义 说哪个地方有人权 不民主他们就进行干预 他们不像我们想那样 同样美国人民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自私 就是说其实在世界上的 私营的 私人的这种捐助 质战多数还是美国人做的 其他的国家都通过政府在做 那我回过来就说呢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呢 我是觉得呢 中国没有民族主义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 就是民族主义是个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的东西 只要这个政府 外国我不感冒 我就把外国反对 如果政府不行 我就把政府推翻 只要五四运动 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 这个 这个 军探这个民族主义 我说 这一句 军探这个民族主义的观念 就可以 可能是到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反对 那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 那是必须的 那是必须的 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 但实际上不是民族主义者 没有行民族主义之事 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我在某种意义上 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也是个普制价值拥护者 就说 政府不合复 我的理想我就推翻了 没什么好说的 我不会去什么 受什么政府的操纵 那些接受政府操纵的人 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主义者 OK 好 二位的观点都已经非常明晰了 大家也听得很清楚 接下来再来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继续第三个历史上经典话题 如何购买明镜周边商店产品呢 我们为您制作了这份视频指南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 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mjtveditor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好 欢迎回来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 继续我们今天的第六个话题 也就是历史上今天第三个小话题的这个讨论 我们说说2016年 这就是两年三年以前的事情 三年以前出了一个雷洋案 这个雷洋案呢 有这个之后啊 有很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舆论的这种交锋 那么最关键的呢 这个雷洋案到底是他的这个死因到底是如何 以及呢背后的这些 最终这些舆论的这种导向 是受到哪些人这种操控 那么他背后的背后 又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中国社会这种生态的一种眼镜 我想这个话题呢 请郁文主谈一下 这个雷洋案是三年前的一个 一个非常引起中国社会 非常关注的一个事件了 其实我跟雷洋 他差不多是在同一个这个一个地方 当时是在回龙贯地区 昌平是吧 昌平对 昌平回龙贯地区 这个两个地方搁得不远 那么雷洋案呢 后来之所以会去这个一个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卷的事件呢 我们就现在到现在为止 这个不清楚雷洋案是否 今天是飘腔了 因为这个 他有着讨论 我也认为我也听到一声意见说 雷洋可能确实就是飘腔了 有这么一种意见 这个意见不是说就是说 就是说官方的意见 就是民间有这种看法 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先不谈 他这个是不是是否飘腔 这个事件出来以后 会之所以引起关注 就是雷洋的身份问题 雷洋的身份 其实他是一个政府 就是毛泉印象 他是一个政府官员 按理来说就是说 接着事件出来以后 会逼老北市会骂的 就是政府官员飘腔的话了 反而会是后来会受到的同情呢 就是因为他一个特殊的新闻 叫人民大学 他BA人民大学 那么这个人民大学呢 我们叫这个 他如果说有背后 有所谓默后的这个操守的话 就人民大学的学生 或人民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学生 他背后这个 就是说一手鼓动 这个雷洋案的这个翻卷的问题 后来我们讲看到了 很多这个人民大学 现在这个签名呼吁 后来其他的这个医生大学 包括这个我经常中包括什么 好像陕西啊 这个甘肃等等一些大学啊 介绍这十几个大学都联名签名 签名为这个要查这个事件 就是查这个事件 所以说这个 那么这个雷洋的这个身份 就所谓人民大学毕业的 然后在一个反保部门 国家一个什么 一个反保部门 这个做一个研究所 对研究所 他典型的反映了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的一个 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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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一个困境也好 一个一个相机也好 然后警察的这个行动 这个因为中国警察的话 他上了上来就是这种 说说不合规范的 我们讲不管的这个警察是不是查的这个 就是说有有理的话 那么对老百姓看来 警察的话就查的肯定是不合规范 那么他这个过程中 他舆论看来 就警察的矛头就对准了所谓的中产阶级 所以说他这么一个定义下了 他这么一个定义下 加上这个人民大学的这个毕业生 在背后这个就在操纵这个事件的发展 一下子就数这个原来就是 本来就是可能会淹没于众多的这个新闻事件 中国事件 他就起来了 他就起问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件 然后请问这个非常受这个舆论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雷洋案的 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他一个是属于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反抗意识 发现说一个崩满的意识 崩满的意识这个表达逐来 那么这个雷洋案是觉得第二个关注的就是 警察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工作是警察派了人家查这个东西 那么在最后当然他舆论的发展上 最后的矛头要对准警察 因为你没带执法仪 你无法证明这个雷洋飘不飘 因为公众权料发言雷洋没飘 你是这个乱办案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查警察的问题 那么警察在中国的这目前的状况下 它是在围棋专件统计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如果警察查了的话 那么警察可能也不高兴了 也不干了 我警察也不能当冰黑锅 所以说雷洋案其实第二个关注的地方就是说 警察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除了这个我们讲这个发表上 东小口派机所的副所长被受了处分之外 其他的警察基本上就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有个问题 后来这个舆论发生的这种反转 是不是和习近平 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小洪有关系呢 金涛 对这个我想说一下 雷洋案我听到的 因为共产党它所有东西 它都是黑箱作业 我们其实确实没有办法知道真相 我相信底层骗高层 高层也是故意的放纵底层 也使得很多事情的真相永远不能大白 所以我们真的想说真相真的就要猜 那我自己是听到一个说法 据说啊 据说是这个雷洋案的这个陈有希律师呢 他在一个情况下私下透露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陈有希律是可以出来避谣 反正呢 这些年中国的网民用谣言倒闭真相 这个是广泛采用的 我听到一个比较八卦 但是也还是前后说通的说法 就说雷洋呢 那天本来是要去这个做那什么的 说确实有一个人嫖娼了 这个人呢 后来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呢 当时什么 据说缺银子 然后就允许他那底下执法 不带执法仪 他们找到一些 比如长得像知识分子 爱面子的人 然后抓着之后呢 就让他呢 能够罚一笔款就完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罚款呢 这个中间是有提留的 他不像美国罚款都是交通 然后他也不准备按正当手续 他们那天整个的作业 你说蹲点吧 应该有正当手续 他一看就不带执法仪 手续就不全嘛 就不正当 本来就是本来去打野神 去创收的 结果呢 后来那个人呢 出来之后 他一拐而去拐到旁边超市去了 拐超市里之后呢 他们就想等着人出来 结果待会呢 雷洋出来了 因为当时他们看见这个背影 说那个雷洋出来呢 长得又跟那个人身高啊 什么都差不多 上就扑雷洋 而雷洋正在受命调查 一个什么中小学生的 一个什么跑道的问题 说这个跑道对 说呢 这个当时就有人威胁他 说你要怎么 小子要什么 就把他把这个做了 所以雷洋就问他们这干什么 他们又不说 就因为那些人本来就这样 想创收嘛 就没想亮什么景 就把他拖这样 雷洋就以为真的遇 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过程 雷洋的反抗 就是以为遇着 劫匪和盗匪了 他还要报警什么之类的 对吧 他当时 要是真的相信 这个警察 这个人就不会这样 所以他拼命在那 喊啊叫啊弄啊 你照理说 他真的要瓢了尝 他要这么闹 不是越闹越大吗 对吧 所以 然后他就开始拼命挣扎 结果没想到什么 是还是怎么着 反正就一下就一口气 没上来 对吧 这时候警察就给他掩盖 至于说 为了制造嫖娼的情况呢 他们居然还拿针管 抽了雷洋的 这个金囊的金叶 然后抹在他的裤子 抹在一个什么地方 来制造假象 那么那个小姐嘛 当然他前面确实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什么 长得像大学生的一个 什么干部 长得又像干部 像大学生 确实有这个小姐 也出来作证 有这回事 但是呢 这件事情总体来说呢 这是一个搞误解的一个案子 问题就是警察一看 这个要弄大的话 要真正弄出来 把很多丑闻都揭出来 不行要武 还居然 你想他能上中央电视台 谁能上 我觉得傅政华都不能协调上 就是王小红 他通着习近平 他可以让那个警察 一个派出所一个副作厂 跑到中央电视台上去 信誓旦旦去闭谣 但是这个事呢 后来就是刚才这个 我觉得郁文说的又对了 就说 结果他惹动了人大 人大什么 第二党校啊 人大出来多少 这时候呢 他们就不干了 这些人一出来之后呢 就把孟建柱给惊动了 因为这个事儿嘛 共产党是这样守租有责 孟建柱你是负责公安的 如果这事处理不好 你就要负担责任 这时候呢 孟建柱也知道警察呢 实际上不得人心 我没看住 这个在薄熙来 在治这个鱼的时候 就是在等这个 重庆的时候 他就强调 对吧 就是他知道人民 仇官仇富仇警 只要整这三种人 老百姓就拍手挣快 所以孟建柱很小心 怕公安受牵雷 于是就开始下重力 就说要查这几个干部 因为这几个干部就被 这几个警察就被查了 但这个时候呢 王小洪就有点慌 因为这个一查下来之后呢 他是公安局 北京是公安局局长 对吧 傅政华指这个公安部的一个部长 他又不直接的 所以这时候王小洪就开始呢 我估计他就开始走他的高层路 要去找那个 而关键这一查呢 北京是公安局不干了 北京是公安局本来就不喜欢王小洪 觉得这个人但是瞎弄 就你现在你搞出这么一个事 来让公安局就背黑锅 他们就不干 六千多公安 干净要请辞 六万的还是六千 你们再查六千多好像请辞 这个时候呢 这事就闹大了 王小洪就跑去找习去了 据说是习做了一个指示 这时候这事就不了了之 那么以前查的警察呢 就做了一个象征性做了一个处理 然后就给高架呢 封了这个雷扬的妻子的口 然后就把这事给抹下去了 那么这件事 我觉得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呢 第一个问题呢 说明中国的警察 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大家都知道 要不然薄熙来不会 薄熙来整警察那么得人心 好多警察我今天都知道 现在整错了 整错了 但是是整他们那个事是错的 但是他们挨整 他们干了很多坏事 就像那个杨家 对吧 杨家一把刀捅了11个警察 6个捅死 5个捅伤了 有一个一米八几的警察 太太说 你们怎么就那么不公道 我先生啥坏事没干 他说我先生 你们就不能够仗义 所以都在骂警察 然后我就当时在他后面贴一贴 你只要证明警察干坏事 你丈夫制止了 那我就出来说话 如果你丈夫没制止警察 你凭什么让人家开始说你丈夫 你让别人出来替你说 说话呢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我就说呢 其实警察的这个 当然我希望这个中国是 法治社会一案一审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 影响这个案子的判断 我们在美国是这样 但是中国确实 公众有很强烈情绪 所以第二个呢就说明了 警察的胡作非为 确实导致公众的强烈反感 对对对 雷洋的案 集中了很多警察这种弊病 那么而且王小洪这个人呢 他确实一贯喜欢把媒体 和那个搅在一起办 他过去在湖南 在河南 在福建 只有能形成 那是不在天子上 他在北京 他一下就撞了南墙 北京这个地方 是你王小洪能胡闹地方吗 对吧 他一下就搞到呢 最后是习大大出来 为什么呢 他是习大大抓他一个典型 他要真的给搞掉 习大大在公安 在什么这种 他就没人了嘛 对吧 他就指望他将来 王小洪要管这个东西 所以呢 习大爷出面 把他给抹平了 就这个事就不要再查了 查下去 你想想警察 不带执法衣上岗 弄出人命来 你说怎么也得判几年吧 这个无论是独职罪 还是什么也得判几年 结果就不了了之 这个呢 是习近平对中国法治犯的 一个罪行 他不要说什么高调子 什么他要依法治国 就这一件事 他就没有依法治国 好 有关这个话题讨论 我们今天事业关系呢 就到这里 今天六个话题讨论呢 都和大家进行分享了 我们感谢观众朋友 在线观看节目 也欢迎大家呢 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点击分享 我们的这个视频 同时呢 在YouTube上面 搜索明镜伙伴呢 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君涛 感谢郁文 我们今天呢 进行了非常 这个交互 非常频繁啊 也有时甚至很激烈的 这样的 这种 辩论 再次感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 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思细 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个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弄自由 这么一种宽动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 和的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 电视平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 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 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 准备有这么一种新的开始